为了鼓励五节优秀人才努力向学 五节乡公所规划设立五节乡民子女助学金 每年以80万元的经费协助乡民子女 也有经济能力继续就读国内外公资历高中职 或是大专院校的升学理想 助学金的对象是高中大学研究所到博士班 补助的金额从6000元到12000元不等 等五月份通过代表会审查 今年9月份就可以上路 所以乡公所为了要鼓励我们乡民的子女 能够好学读书脱贫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经济的改善 所以我们在今年度要正式要来实施 这个助学金的一个推动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代表会在廖主席 副主席以及代表也非常的支持 博士班我们演者上10位 每一年有10位 然后每一个人就是12000 那另外就是设施班我们的名额20个人 那每一年就是申请1万块 那大学和设施班我们有30个名额 每一年就是有8000块 那高中生我们的名额是40个 那每一年就每一年就6000块 五节乡长沈德茂表示 只要乡民跟其子女涉及在五节乡一年以上 父母年收入不超过120万 而其子女的学业跟操心成绩都在80分以上 另外身心障碍者学生的学业成绩达50分以上 而且没有请领过政府各类的教育补助 符合条件者就可以在每年的9月1号到30号之间提出申请 五节乡会所推动那个助学金的一个申请 那我们有一些条件就是说 你要乡亲跟你的子女都要涉及在五节乡 一年以上的这个乡亲才可以申请 第二个我们这个博士班涉事班还有这个大学还有高中 都必须要协议成绩80分以上 那超型也要80分以上才能够来申请 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父母亲的双亲的收入 必须在120万以下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基本条件你如果符合 我们将来在每年的9月1日到9月30日 都可以拿你的学业成绩来乡公所申请这个助学金的补助 五节乡公所设立五节乡民子女助学金 就是希望可以照顾弱势乡民的子女 希望透过经济上的支持来帮助他们有优质的学习机会 肯定个别的学习成就达到人才培育的目的 宜兰新闻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波导 9节省